有哪些课程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必修 也就是刚刚有提到的MIS 他的话就是管理资讯系统 为什么管理资讯系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现在电脑科技非常的厉害 但是用电脑科技做出行为的是人 探讨人在使用资讯上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到说 这个系统的使用者所的他的认知啊 他的态度啊以及他的行为等等 那可能就包含使用者可能就是包含说 这个员工他接不接受这个系统 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司的主管啊 对于这个系统支不支持啊 或者是说整个公司的契约文化呢 是相对开放还是保守的 因为在导入系统过程中所产生的使用者抗拒 也是所需要评估的重要成本之一 譬如说今天假设教育部下令 全部课程要改成能够远距教学 那这时候呢学生可能心里就会想说 怎么办我不喜欢远距教学 我不喜欢用电脑上课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不够专注 然后我这样不能够跟老师互动啊等等 就会觉得有点排斥 那如果说是老师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说 我不想要用这个 因为我等于我所有的教材都需要重新再设计过 那对于学校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说 哦这个引进来的成本太高啊 然后我什么东西要改变啊很麻烦啊等等 举例来说像是学生要考量学生老师 以及学校所产生的抗拒的原因 要能够了解他 然后并想办法解决他 就是这个这盘课所想想教大家的 那另外分享一堂是系内选修 是服务科学工程与管理 从这个名称上来看 就可以发现它包含了科学工程跟管理 就是就可以看出说 哦他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跨领域知识的整合 课程的重点呢 就是要教大家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消费者使用者至上 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诶我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的 每一个步骤啊 或是每一个行为 会产生什么问题来影响 就是消费者的行为 或者是说消费者的购物欲望等等 就包含呢 譬如说你今天走进一家店里 跟柜台的接线 然后柜台人员给你的反应 然后柜台人员的处理速度 以及包含呢 就是员工跟员工之间的互动啊等等 可能都会产生一些 呃消费者在服务上感受不好的地方 那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 或者是他们的购物欲望 这样那他的重点就是 要从站在服务的角度去思考 说你要怎么样去上达出更大的价值 非常强调在用物的感受跟体验 那举个例子来说 通常经过了科学化有系统的方式 来去审核这个服务系统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步骤 就是流程再到 我们今天要去剖析 就是一步一步去看说 诶用物的流程 他们他们在体验这个服务的流程是怎样 那他们中间会遇到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现他们真正的需求 然后经过修改啊经过创造之后再设计出一个新的流程 就以刚刚有提到的吴博弈例子来说 我们以前要买一个吃的 我们可能就是要走走走走到那家店 然后跟他点餐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先打电话过去叫餐这样 然后在那边之后我们再到店门口 然后再到店里 然后等待那个店员把东西做好 然后拿出来付钱 然后我们再离开那家店 但是吴博弈呢 他整个就更新的这个流程 不需要亲自跑去那边 我们只要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 只要我们用我们的行动装置跟网路 然后点点餐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付完款 付完钱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送到你指定的地点 这样像这样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流程再造的例子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系内另一门选修叫行销管理 那行销管理呢 是行销是一切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 那什么是有效的行销 它呢就是要你要能够针对真正的顾客建立正确的关系才是一个好的行销 譬如说其实市场非常的大 在市场里面有各种需求各种特质的人 只要有不一样需求不一样特质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市场 就是要做好不同的市场区隔 这样就根据他们的特质啊 根据他们的需求啊等等 不同就要区隔出不同的市场 然后你要从中去选择你要的目标市场 就是这么多块 然后你要的是哪一个 以及却在这个市场内你要给你自己的品牌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也是行销分析上一个重要的流程 现在逐渐从生产制造的4P 逐渐转换到消费者的4C 然后就是包含消费者啊 成本啊方便性啊体验啊等等 这些因素就要去考量 举一个例子来说 以前我们买手机 我们可能就会把重点放在说 我要用最便宜的方式 然后买到可以用的手机 但是现在就是苹果的手机也卖得非常的好 可是它却不是众多手机行业里面CP值最高的 但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就是消费者的心理啊 譬如说我对于这个品牌的认同感啊 我对于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啊 甚至就是一些 哦我喜欢这个品牌的一些虚荣性啊等等 这些因素的影响 所以就是好的行销是要能够考量到消费者的心理 也建议各位学弟妹 你在寒暑假的时候要多多去实习 把握你还是学生的机会 然后体验不同的行业 然后知道你自己对什么有兴趣 这样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 大家对你就会比较包容嘛 那你等到当你真的跨去职场 然后你才在逐步摸索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迟一点点 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分享几个我们资管系的学长姐常常去的实习 就是一些台湾的金融公司啊 像是国泰啊台信啊 那电商业的话可能像是雅虎啊微软啊 一些科技业的话像是台积电啊 红海啊等等这样 到底实习要去小公司还是大公司呢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自己都是在中小企业 所以我当实习下来的心得 我会觉得说我比较鼓励大家去大公司或者是新创公司 因为大公司的话就是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你做这份工作你做的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清楚说 我做这个我喜不喜欢 那而且有些大公司他会有非常完善的实习计划 就是他会比较完整的训练 然后你会有一些mentor 会有一些导师就是逐步的带领你手席 这样相对于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大公司还不错 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推荐大家去新创公司 因为新创公司的话就是 比较需要通才跟集站力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是能够马上使用的 那相对来说你摸索的就会比较广 然后你跟同事之间的互动也会比较轻松 因为通常新创公司的同事年龄层会比较轻 所以就是价值观啊什么是一样的 比较好相处这样 当然这是个人的建议啦 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评估决定说你要到哪里进行实习的工作